安政府新内阁五日零后首度李院亮相 知名作家小野也就是新任文化部长李院 已被问到全台抖音用户突破556万 政府部门为何要禁用源自大陆的抖音 部长的强硬态度跑出来 曾经使用过或者是看过这个影音平台这个抖音吗 没有 您从来都没有看过 我很排斥 如果有人传给我我会也蛮讨厌的 为什么您要就去做这个排斥 我觉得抖音蛮明显的是一个认知作战 部长说自己到国会一点也不紧张 可是被选处女秀听到铃声一响 当场愣住 那过去电信业者比较不相信 不相信这个可以有内容这个东西 部长您其实可以继续讲 因为您可能第一次来听到铃声 如果这个主席没有制止 您还是可以继续回答的 OK 另一头新商人的环境部长彭启明理想很大 提出租税抵减和发行气候债券 落实探费减少探牌 但想要净零探牌最佳选择就是核电 但没听到总统正式下令 部长只敢这么讲 我的立场是遵守环境基本法的非核家园的政策 那目前内阁并没有接到任何说有要研议的准备 当企业界最期待的就是稳定的供电 便宜的电价 一定是要核电 蔡政府时期大观动辄抢肺尾 新部长的态度让肺尾们没话说 我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 所以我很少会去生气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大会去顶嘴的人 所以请各位我也放心 新官上任不不谨慎 但从肺和到反抖音 首都背语没有烟消味 却有意识形态的味道飘出来 这林郑坚请认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